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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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邦太好厨衣 三餐无油力 今天我做的菜 就是客家蒜盘子 我很喜欢吃这个蒜盘子 但是每次去外面吃 它的份量就会很少 也吃不到真正很 很足够料的蒜盘子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 我就请教她这样做 一个小时候她都有做 常做给我吃 所以我都会很怀念这道客家蒜盘子的菜 其实蒜盘子 算起来也不是说很难煮 所以就是会稍微多一点点的工来做这个蒜盘子 OK 所以它材料是很简单 它分量是这样 300克 300克的 鱼头 这个鱼头我已经选好了 我已经派了 整理干净了 再用一点 等一下要拿去蒸 大概20分钟蒸软它了 OK 这边是120克的木薯粉 然后 番薯粉30克 所以它的分量是300克 加粉150克 两个加起来 所以有些人就没有用这个番薯粉 他们都会用糯米粉都可以 或者是全部存用这个木薯粉都可以的 所以你弄好了这个蒜盘子 它的炒的料理是怎样呢 大概200克的肉碎 你要多你也可以放多 我是大概用200克的肉碎 还有大概10朵的香菇 这个香菇我蒸泡了 然后我切悠悠了 OK 还有500克的虾米 还有我弄一朵的这个叫做黑木 切丝 OK 还有一点的这个叫油衣丝 OK 所以我需要用到的 当然也是 garlic 这个蒜米大概是4张4克 这个大概是5-6克的 的葱头仔 OK 还有就是再配上这个葱和 葱和一点的那个坑柴啊 芹菜啊 OK 还有就是一点点的这个 所谓的辣椒 配料基本的配料就是 一点这个酱油 一点一点的黑酱油 然后一点石油 一点的这个这个鱼露 还有一点的这个 这个蚝油 那我们就开始来蒸这个这个 这个鱼头 OK 这鱼头就放进去蒸 蒸20分钟蒸给它暖 啊 啊 芹菜蒸好了20分钟 OK 我们就把它拿上来 嗯 嗯 嗯 我先放开哈 烂 後面很佩甄 完成 好 現在沒有 快弄 給它 它把它佩洩 不能 break ожно 然後 所以它对比例是300g的一头一半的粉 OK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 一小茶匙的盐 点点油 适量的水不可以太多 好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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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